我们是在老乡会上认识的 到现在已经交往了两年多了 一开始还挺好的 但是现在感觉问题越来越多 他总是想让我按照他的想法去生活 这点特别让人难以接受 感觉很累 我觉得他特别的固执 有时候给他一些建议什么的 他都不能接受 并且我现在觉得越来越看不懂他了 有什么事都不明说 总是让我猜来猜去的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苏来自河南23岁 萧瘦来有请小苏有请 女嘉宾小周同样来自河南23岁 萧瘦来有请小周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谈了有快三年了 今天是你要来的是吧 对 我也来了 好像对女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 说说吧 是我刚换了工作 可能陪她的时间比较少了 然后她就 有什么因为很远 못 只要有个问题 出现在这边 有什么地方 就会得нал comprendre 对 尤其 在这边 好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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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只要一出去 他就有空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赶紧叫我回家什么的 因为我下班也就是七点八点下班 然后跟朋友吃饭肯定就是九点十点嘛 然后就十点钟他就说 你赶紧回去吧 这都太晚了或者什么 我就觉得他是觉得 我现在上班时间太少了嘛 然后就整天没啥事 就是老师给他发微信啊 打电话啥的 他就觉得我太闲了 然后就想让我早一个就是早点上班的工作 没那么闲 还有就是有一次就是前段时间吧 就快到冬天了嘛 然后也是周末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这到冬天了 咱俩出去逛逛 也好久没见了 去买点衣服啥的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他在睡觉 我说那等你睡觉睡醒了也行啊 等到下午再去也可以 然后给他 然后他就说 他说他下午约了客户 我就说行 那你约了客户就约了客户吧 那你肯定工作重要嘛 然后我就跟朋友去了 去完回来 因为另一个朋友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给我发微信说的 他说 他说你跟你对象去哪玩 然后我就说 我没有跟对象在一起啊 我说我在家里 然后他给我发了张图片 然后我一看 背影跟我长得也差不多像嘛 然后我就发个照片 我问他 我说你在哪呢 他也没回我 然后我给他想了几个电话 他也没回 然后我又接了发微信 然后过了一会儿 他跟我说 他说晚点再说 然后就一直给他打 也不接 发微信也不回 等到12点多 他才回来 这个问题其实 我每次给他 每次我们也有点矛盾 他就拿这个事说 这个问题 我跟他解释了不下十遍了 其实情况是这样的 他等我打电话那一天 我其实没有在睡觉 因为我们前天晚上刚吵了架 然后我就说 去精品店给他买了个小礼物 我说下午给他送过去 然后算个惊喜 然后缓和关系 所以说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说我正在睡觉 下午没空 然后我准备去找他的时候 在公司嘛 然后一个朋友 一个认识四五年的朋友 你周末你在公司干嘛呀 你听见你在公司吗 我家那附近没有啊 我去公司哪里 是拿个文件 然后我就碰到一个 就是认识四五年的朋友 很要好那种 他说他女的嘛 异性 然后他说他心情不好 然后找我喝酒 我就说那陪他去吧 因为关系真的很好 就是我一来这里 这个城市就认识他了嘛 然后就陪他喝酒 那时候手机也没电 在家上在酒吧 那种吵的地方的话 就也听不到 然后后来我就 那个女的可能喝的有点多 然后我就把她送走之后 就赶紧打车到他家楼下 我说就解释给他听 就原本本的解释给他 什么都没发生 他就感觉我好像 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一样 就是现在我们都已经过来三年 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你信任这女生吗 其实我是属于那种 有点大男子主义那种 就是有点心眼小来吃醋 所以说就 才会问他那么多 但是也就是说 其实你也不信任他对不对 这个我信任是信任他的 但是 好 你说这个我问一下 他跟你的朋友关系好吗 还可以 你有什么生活里的一些习惯吗 比如说养宠物啊 或者别的什么其他的习惯 有吗 养了养了一只猫 养了一只猫 就是 他跟猫的关系怎么样 不怎么样 就是特别不喜欢那只猫 他总是一有空就给我发那些上网 查那些关于猫不好啊 什么各种疾病啥的 然后就是说会传染什么的 然后经常说 要把猫送给别人啊 说对我不好 不是 我每次说送说送 我一没有领别人来家里面拿走 二没有把它拿出去送别人 我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而且 其实我认为啊 可能我只是 储备面不够 我就认为那种猫 你就算打再多疫苗 它 身上的寄生种什么 还是会存在的 而且我每次给它视频的时候 它都是抱着猫在床上 大晚上你抱着猫睡觉干嘛呢 对不对 那我哪有抱着猫睡觉 那不是跟你视频 我让你看看吗 它长得那么好看 我以为 你会喜欢它吗 那谁知道 你说我天天抱着它睡觉 为什么不想分呢 因为 其实我们 我们刚认识那会儿 是在一个老乡的一个活动上嘛 那时候 没什么钱 刚来深圳 然后他其实对我 那时候那年冬天吧 我 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一千来块钱 销了房子也没剩什么钱 然后他就 带着我 那时候我们才认识多久 才认识一个多月 就带着我去买外套啊 然后买东西什么的 都是他自己花钱 那时候知道我没钱 从我出去吃点东西的时候 也是他给钱 我就想 这姑娘 性格什么都挺好的 后来 慢慢工作 顺利 我们在一起三个月之后 那时候 也不太敢说在一起 就是抱着尝试的心态 说我们在一起了 他同意了 后来 慢慢地工作顺利之后 我们彼此相处都挺好的 包括生活节奏上啊 包括一些 就是处于旅游什么的 相处都挺好的 我也说了 在人家两个月 真的什么事都没了 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好 因为工作的变化 女生觉得被男生冷落 所有的问题 接而也出现 不信任 开始管理女生 所谓的职业规划 暴露出来了 她跟女生 在很多问题上的不一致 这大概是我们听到的 相对比较浅层的一些原因了 更加深圳因素是什么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余老师 我来讲讲先从 她不喜欢你的猫说起啊 你说不喜欢猫 因为猫你觉得有细菌 你不喜欢看到她抱着猫 你不喜欢 你的思维方式是 你不喜欢 所以她也不应该喜欢 你看似很理智 由于工作忙 所以没有时间照顾女朋友 但是一旦出现 你认为有可能危机的时候 比如说她晚归 比如说她出去吃饭 有男性 你会打电话监督她 看似是理智的 有危机去 当然不评价好坏 这种方式啊 有危机我要赶紧去处理 但依然回到你的思维方式上 你的行为模式 你会去用自己的思维方式 和行为模式去考量对方 比如说你不喜欢猫 你认为她也应该不喜欢 比如说可能你晚归的时候 你有异性和你在一起 所以你会猜测她晚归也有 所以你会监督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我说的话 听懂了 在前一晚你和女朋友吵架之后 第二天 你说给她买了一份惊喜 但是碰到了一个老同事 你就忘了女朋友和你的争吵 去化解那个女孩的悲伤 谁在你的心里更重 其实这不用去讲 我不敢说这个女孩 一直存在于 这一年你的工作生活中 但至少这一年当中 你的感情开了小差 是开到了别的女人那里 还是开到了你的不爱她的感受里 还是真的开到了你忙于工作 无暇顾及感情那里 这个开了车的这个爱情 还能不能回到你的身边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姑娘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胸怀 或者我认为你也不应该 有那样的胸怀 我倒觉得你不必等她出差回来了 你可以有自己更好的生活 你也可以有自己更好的追求 你在你的人生旅途中 寻找另外一段风景 也许另外一座城市更适合你 我指的是爱情的城市啊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杨老师 男方说 我的陪伴不够 再给我两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听到的女方说 连两个月的时间都不想等了 那答案只有一个 心冷了 对吧 对 有很多男性说 我努力工作 都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美好的未来 女人也会觉得 其实男人说的也没错 但是感情啊 有的时候就像这个蓄电池一样 你这一次把电钱用光了 再想充电 可能就充不进去了 这个电池用坏了 感情一旦放的时间长了 可能就大了 没了那份感觉 别说两个月 可能两天都不想再倒了 不管是过去你曾经的性格里面的 那种过强的干预 还是偏自我的这种强势 还是给人造成误会 那一切都是一种导火索 关键现在问题就是 心淡了 心死了 在某些层面上来也提醒我们 感情就像花一样 要适时的要去浇水 不是当我有了水 有了钱 过两年再说 过两个月再说 花已不在 已经汗死了 枯萎了 所以这也对我们身边很多的朋友 也是一个提醒 不管是未婚的 还是已婚的 感情要适时的浇灌 当然女孩 现在如果你是一个冷静的想法 那我觉得这个决定 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如果你觉得是一时冲动的话 再考虑考虑 是不是再等两个月 再来去做这个决定 那兴许能看得一新的变化 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毕竟已经是两三年的感情 那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了 我就凭着我的感觉 这也很正常 南方呢 要吸气间教训 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花要时时浇灌 谢谢 好 谢谢余老师 来 涂老师 如果你们俩在一起不快乐 尽早分手 就不要在这迟言 因为我从中看不到 一点点你们彼此之间 还有对这份爱情的向往和希望 任何一份感情 一定是建立在希望的基础之上 如果没有希望 那只能是彼此折磨 你又不信任 又要干涉 又要控制 就说白了时至今日 对于这个女生来说 你带给她的 没有一点点美好 全是不好 所以她今天才来 说要分手 事实上任何一段感情都没有男女双方觉得的对错 即便分手也没有必要去恨 只是不适合在一起吧 好吧就这样 好 谢谢余老师 我同意前面两位老师的分析 没有什么对呀 错呀 过去了就好了 因为你们现在不都在路上了 又年轻 对吧 感谢对方嘛 帮助自己成长 这也算成长了 当然如果你们还想再试一试的话 你老师不也说了吗 毕竟两三年了对不对 还想再试一试 你们就再努一把劲 生活的前提是 别让自己那么憋屈 也别给你爱的人 你喜欢的人 那么憋屈的东西 自然一些 真实的表达 不要隐藏 好吧 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 我挺想念我们两年 那两年的日子的 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 你说地方 我订机票 订计划 我们在一起真的挺开心的 今年我也不知道 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可能是工作压力太大 或者说是安全感变得匮乏了 我真的希望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一看 我知道我们之间出了一点问题 要来这里 我买了提前几天的机票 这两天我们在一起 不是也挺开心的吗 留下来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两年多都走过来了 我不想因为半年就放弃掉了 最后都是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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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封闭的彻底 却在每次见你帅肩 留白了心 来时间到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啊 挣钱了 解脱了 啊 解脱了 好吧 没别的要说了吧 意思都好吧 啊 下次不要再重复这样的事情 跑着跑着把自己跑丢了 谢谢